被視為試婚年齡 30歲出頭的南韓上班族金先生 還沒有結婚計畫 雖然抱持著總有一天會結婚的想法 但也不是一定要步入禮堂 南韓青年越來越難找到好工作 好不容易找到穩定的職場 高房價和高養育費是另一種負擔 南韓統計廳調查結果顯示 19到34歲的青年中 對結婚抱持肯定態度的只有36.4% 比10年前減少了20.1% 男生對結婚收出不前的理由 第一名是結婚資金不足 占33.7% 接著是感覺不到結婚的必要性 對生育和養育感到有壓力 南韓政府為了提振低生育率 計畫從明年開始加強對生育家庭的補助 犯狀態度的情況下 生育養育的相关税金 另外子女奖励金收入条件 从夫妻核算年4000万韩元 提高到7000万韩元 子女人均最高支付额 也从80万韩元 扩大到100万韩元 这样一来收回家庭 将从58万户增加到104万户 政府补助不无小补 南韩官方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第二季家庭月均收入中 扣除物价上涨的因素后 实际收入大减3.9% 创下2006年统计以来最大减幅 南韩民众第二季支出比去年同期增长 百分之4.1% 因为防疫放宽带来的娱乐文化支出增加最多 达到14% 餐饮住宿和水电费上升趋势也很明显 政府补助港上物价飞涨的速度 要结婚生子 难上加难 TBS新闻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